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故事发生在宋朝宣河年间 开封府陈流县有一个名叫彭玉娘的妇人 彭玉娘的祖籍是四川人 跟随丈夫萧福来陈流县经商 想着陈流县距离京城进行 能够多做点买卖 他们来陈流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萧福的弟弟萧贵准备参加科举 四川距离开封数千里之遥 萧福恐怕弟弟在路上出现什么意外 索性带着弟弟一起来到开封 自己不但可以在陈流县经商谋生 还可以照顾弟弟读书 等开考之时 故意辆马车当天就可以将弟弟送到汴梁城 萧福和萧贵兄弟二人自幼父母双盲 两人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故而懂得兄弟亲情的珍贵 萧贵自幼聪明伶俐 而且酷爱读书 萧福为了支持弟弟读书 一天打三份工 给萧贵请来私塾先生 教他学问 萧贵也不负众望 十五岁口中同生 十七岁中了秀才 到了二十一岁时 又以香氏第一的成绩夺得戒缘 这才跟随兄长到开封府赶考 宋朝的科举大多是四年才举行一次 萧氏兄弟到陈流县时 距离下一次科举还有两年时间 萧贵有大把的时间读书备考 而萧福则把精力放在做买卖上 至于彭与娘 一是在家洗衣做饭 照顾萧氏兄弟二人的起居生活 二是在家纺纱织布贴补家用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祸兮淡福 有一次萧福 与生意场上的朋友应酬 喝得鸣鼎大醉回家 结果走在路上的时候 失足跌入一口水井中 彭与娘到二更天 还不见丈夫回来 便让小叔子萧贵出门去找 结果等找到萧福时 萧福早已气绝多时 彭与娘得知噩耗之后 哭得死去活来 萧贵也是悲痛万分 但是她毕竟是个男子汉 如今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只好安慰嫂子 人死不能复生 还是保重身体要紧 倘若哭坏了身子 恐怕兄长在九泉之下也难安息 原本萧福想到异地求财 没想到客死他乡 开封府距离四川山高路远 倘若福官还乡的话 路上恐怕需要数月布置 而且昂贵的船子路费 他们叔嫂也负担不起 最后彭与娘和萧贵商议之后 只好将萧福的尸首先装过入殓 暂存到一桩 盼着萧贵来年科举能够金榜提名 到时再风光返乡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距离开考 还有将近一年的光景 叔嫂二人的生计成了大问题 当初萧福在世的时候 他经商每月挣个十几两银子 能够支撑三人的开销 如今萧福不在了 光靠彭与娘吃布卖的钱 连房租钱都扶不起 萧贵无奈 只好到城隍庙门口给人写字作画 每天挣上几枚铜钱 算是他们叔嫂二人能够勉强糊口 有一日 一个中年男子来到萧贵的画摊前面 看着萧贵身后的一幅画发呆 萧贵看那中年男子穿着讲究 就知道是个有钱人 萧贵说道 这位大爷 您买画啊 那中年男子刚回过神 这才说道 你这画工不错 画上的美人更不错 萧贵谦逊地说道 小生刚学画不久 让您见笑了 那中年男子说道 你这画多少钱 我买了 萧贵说道 这幅画我用时最长 从下笔到润色完工 用了整整十天时间 倘若是卖给他人 我少说要五两银子 既然您这么喜欢 我三两银子买给你吧 算是交您一个朋友 倘若以后有需要自画的地方 尽管来找我就是 那中年男子说道 三两银子倒是挺便宜 我看你年少有为 给你十两银子不用找了 把这幅画给我卷起来吧 萧贵连连道谢 看来自己今天是遇到大主顾了 他将那幅画卷好之后 又摘下两幅对脸送给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也都收下了 自那以后 中年男子经常来照顾萧贵的生意 萧贵这才得知 那中年男子乃是陈流县有名的演艺商高景彪 有一次高景彪正在萧贵的摊位前挑化 彭玉娘过来给萧贵送饭 高景彪看到彭玉娘时 整个人都呆住了 萧贵向彭玉娘介绍道 这位就是我常跟嫂子提起的大安人高原外 彭玉娘向高景彪道了个万福 说道 多谢高原外照顾叔叔生意 此时高景彪才回过神来 对萧贵说道 之前我看你画上的仙子 原来竟是按照尊嫂模样画的 能得一见仙子真容 实乃万分荣幸 彭玉娘见高景彪这样夸自己 脸一下红到了脖子根 对萧贵说道 叔叔你在这陪高原外聊 我还有几件衣服没洗 我先回家去了 望着彭玉娘远去的背影 高景彪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萧贵倾咳了一声说道 高原外 您看今天这几幅画里面 有没有相中的 高景彪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 连忙说道 我看这几幅画都不错 我却要了 萧贵十分欢喜 将话一一打包装好 高景彪问道 萧老弟 令兄事做何迎生 令嫂如此天资国色 想必令兄非富即贵吧 萧贵听高景彪提到自己兄长 不由得心中一酸 长叹一声说道 我兄嫂都是世上难得的好人 他们是为了我 才不远千里来开封谋生 但是我兄长命运不济 来开封之后不久 不慎醉酒落井身亡 最后只剩下我们叔嫂二人相依为命 为了生计 我这才不得以卖画为生 高景彪听到萧贵的嫂子如今守寡 心中欢喜不已 但是他并没有表露出来 买完字画便回家了 一日 高景彪找到萧贵说道 我联系你是个人才 在街头卖画实在是埋没了 我临街有几间控房 不如你在里面开个书馆 一面可以教别人读书挣钱 另外也不耽误你自己读书 其中的费用都有我承担 你看如何 萧贵听罢之后 心中十分感动 当即给高景彪就要磕头 高景彪将萧贵搀扶起来说道 他日老地功成名就时 不要忘了我便是 萧贵回去之后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彭玉娘 彭玉娘也十分欢喜 很快 书馆装修完毕 萧贵每日到书馆教书 到了晚上才回到家中 有一日 萧贵正在书馆教书 高景彪递给他一个包裹 说道 萧老弟 这是我收回来的租子 里面总共有一千两 你先帮我保管着 我到外面去办点事 生怕弄丢了 等中午回来的时候找你拿 萧贵点头答应 将包裹放在书馆的礼物 然后将门锁好 便继续到外面教书去了 当日彭玉娘正在家中织布 不知为何 从清早起来 自己的右眼皮就跳个不停 她心中坠坠不安 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中午萧贵在书馆吃饭 彭玉娘便准备自己煮点粥喝 当彭玉娘出门抱柴的时候 看见门口有个面黄鸡瘦的老乞丐 躺在柴垛边奄奄一息 应该是挨饿多时了 彭玉娘心中不染 便对老乞丐说道 老伯 我中午熬粥吃 不如给你也盛些吧 那老乞丐感激地点了点头 等彭玉娘将粥煮好之后 先给老乞丐盛了一碗 但是当她走到门口的时候 脚下突然被砖头绊了一下 碗摔到地上成了碎片 粥也撒了一地 彭玉娘有些措手不及 那老乞丐却拍手说道 恭喜恭喜 明天你大喜 民间传说里 摔碗倒造都是不祥的征兆 彭玉娘心里正在嘀咕 当她听到老乞丐这样一说 连忙问道 老伯何出此言 那老乞丐喃喃说道 不破不立 正所谓救的不去 新的不来 如今你丈夫已然死了 明天你就会另嫁他人 到时你就有新丈夫了 彭玉娘有些生气说道 老伯 你休要胡言 我彭玉娘虽然算不上贞洁烈女 但是好女不嫁二夫的道理 我还是懂的 我和萧福青梅竹马 我嫁到他们萧家 生是他们萧家的人 死是萧家的鬼 那老乞丐说道 好 你既然肯失守我这个老乞丐 说明你是个心善之人 你真心守洁 又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看来今天这个忙我帮定你了 彭玉娘没明白老企干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 萧贵慌慌张张跑了回来 彭玉娘说道 叔叔 发生了何事 你如此慌张 萧贵说道 今日清晨 高景彪在书馆 给了我个包裹让我保管 书里面有一千两银子 我将包裹放在书馆的最里间屋 而且将门锁好 等他中午来取的时候 我再打开房门 那包裹竟然不翼而飞 高景彪非说是我将银子偷了去 如今他给我两个选择 要么在明日之前将一千两银子送过去 要么明日将你送过去嫁他作妾 否则的话就拉我去打官司 可是我真没见那些银子去哪呢啊 我卖花那点钱都被我们给吃喝花笑了 我上哪里去找一千两银子 这可如何是好 这时彭玉娘想到刚才老乞丐的话来 在萧贵回来之前 他便说自己明日要改嫁他人 莫非这老乞丐有未卜先知的本事 彭玉娘赶紧将老乞丐请到屋中 然后扑通跪倒在地说道 老伯 我不知道您是何方世外高人 还是哪路的神仙 求求您救救我们书嫂二人 老乞丐指着彭玉娘说道 我且问你 那高景彪你愿意嫁否 彭玉娘说道 方才小夫已经表明心意 好女不是二夫 倘若他高景彪硬逼 我只有以死相搏 老伯丐说道 既然如此 我就告诉你们吧 那高景彪乃是本地一霸 平日最是贪淫 被他蹂躏致死的妇人不在少数 他起初找萧桂买画 并非欣赏他的才学 而是看上了画上的美女 好挂在家中饱饱眼福 后来黄景彪见到你彭玉娘的真人之后 便动了邪念 准备将你据为己有 他给萧桂安排书馆 其实不过是个幌子 目的是下套将萧桂套住 好让你心甘情愿嫁给他 高景彪装修时 在书馆的每间房中都挖得有密道 萧桂将银子锁在礼物之后 高景彪从密道将银子偷造 然后再找萧桂索要银子 萧桂定然拿不出银子 便提出让你嫁给他抵债 他知道你们书嫂相依为命 要挟与萧桂打官司 然后逼你就范 彭玉娘和萧桂听完 这才恍然大悟 萧桂说道 老伯 那现在该怎么办 老企丐说道 咋办 这婚必须得结啊 而且不能便宜高景彪了 让他今天先送一千两彩礼过来 然后让他明天八台大轿来取 越风光越好 彭玉娘说道 这 这不是让我往火坑里推吗 倘若这样的话 不如我先死了吧 免得受辱 说吧 彭玉娘便准备撞墙 老企丐说道 且慢 你不愿意嫁 有人愿意嫁 你看让他替你出嫁如何 说着老企丐指着门口的一条流浪狗 原来 刚才彭玉娘将粥弄撒到门口 引来一条流浪狗在地上舔事 老乞丐对着流浪狗说道 你过来 拿人手短 吃人嘴短 你既然吃了人家的饭 就得替人家办事 明天你替这位娘子上花轿吧 那狗舔了舔鼻子肩上的米粒 不知道听懂没听懂 彭玉娘有些哭笑不得 说道 老伯 你没开玩笑吧 让这条流浪狗替我上花匠 难道皇府来迎亲的人眼瞎吗 老乞丐微微一笑 口念咒语 在流浪狗头上一点 只见屋内又多出一个彭玉娘来 老乞丐说道 倘若流浪狗变成这样 他们还能认出来吗 彭玉娘和萧桂这才明白 看来今天自己是遇到神仙了 于是连连给老乞丐磕头 老乞丐说道 你们都起来吧 萧家乃是世代行善之家 彭玉娘你也是个极善之人 我不愿见到善人被欺辱 孤儿献身来帮你们 萧桂 你现在去黄景彪家要彩礼 到了夜里你们书嫂连夜出城 先到黎阳县赞助 这里的事情一切都交给我了 萧桂你到了黎阳后用功读书 明年科举必有你的功名 将来你为官之后一定要轻正连结 否则的话 我定不饶你 萧桂和彭玉娘十分感激 一一记在心中 萧桂找到黄景彪 说自己嫂嫂愿意改嫁 不过得有一千两银子的彩礼钱 否则的话嫂子便一头撞死 也不改嫁 黄景彪心想 能够得到这样的美人 莫说是一千两银子 就是五千两银子自己也舍得花 于是便让账房给萧桂拿了一千两银子 约好第二天迎娶 入夜之后 萧桂和彭玉娘 在老乞丐的护送下离了城 临别之时 彭玉娘说道 老伯 你家在何处 到时我们如何报恩 老乞丐指了头顶说道 头上三尺有神明 不必谢我 这是你们应得的 记住 往后余生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说吧 老乞丐消失在黑夜之中 萧桂和彭玉娘 走夜路赶往黎阳县 储着一根香肠 流浪狗一口将香肠咬了下来 逃出门外消失不见 黄景彪惨叫一声 血流不止 倒地身亡 黄景彪死后 他的族人便开始疯抢家产 结果弄得是一片狼藏起 几日后黄家又起了一场大火 将房子财物烧得所剩无几 黄家从此没落 次年秋天 朝廷张榜取势 萧桥考仲投名的状元 朝廷委任他为四川之府 萧桂带着嫂子 还有哥哥的棺木衣紧还乡 萧桂到任之后 清瑶伯父 廉政亲民 造福一方百姓 深受百姓爱戴 后来萧桂也娶妻生子 她将自己其中的一个儿子 过继给嫂子 算是替兄长延续了香火 多年之后 彭玉娘无疾而终 萧桂向朝廷请封一座贞桎 彭玉娘目前的石碑上 记录了她一生的事迹 这个故事才得已流传下来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